日前,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,拟写入北京文明新规引发广泛关注。 3月27日,记者走上街头进行随机采访。 对于得流感需戴口罩,受访民众表示理解和支持。 我感觉还是比较支持的一个状态。 因为就是说,不管说是流感还是现在的一个新冠肺炎吧, 也就是对整体的一个公众卫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。 从这种细小的事去做起,有利于防止未来这种重大突发性事件。 一方面就是说,为了自己考虑,就是有利于保护自己。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,防止一些病毒、病菌的传染到其他人。 支持吧,对大家都好吧。 以前其实各种流感都非常多,但最近可能反而那些都少了。 就还是说明,如果有一些基础的防护,可能本身自己也不太容易得病了。 如果纳入法律的话,也许会有一点约束力,可能会更加自觉吧,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。 采访过程中,受访民众普遍认为,当出入高风险区域, 或发现自身已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症状时, 在公共场所应自觉佩戴口罩。 而除佩戴口罩外,民众也要养成其他公共卫生习惯。 我觉得公共卫生意识恐怕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吧, 不光是戴口罩这一条,包括公块这件事情。 其实因为公块这个事情,其实现在说起来, 大家好好像还不是那么的感觉很深刻, 但实际上有很多的疾病也是通过口水来传播, 那这个时候公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 公块恐怕不像我们大家想那么难, 慢慢地养成一个习惯可能会更好一些。 对于民众关注的得流感需戴口罩话题,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 在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型呼吸道疾病时自觉佩戴口罩, 是一种呼吸礼仪,也是责任感的体现。 我们讲的一个叫做呼吸礼仪,健康的问题, 但是每个人都要自己来负责,对吧? 但是呢,实际上有些的健康问题, 你还要对他人负责。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你得了流感, 或者是得了呼吸道的疾病的时候, 一般来讲我认为你戴个口罩,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习惯, 你本身你也应该有责任,不要传给其他人。 此外,傅华表示, 民众普遍形成良好的公共卫生意识与习惯,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 通过法律约束的同时, 也需要加大宣传科普和教育力度。 一个是从法律上, 通过法律来规范公众的行为, 可能也让他来去这样的来慢慢执行, 慢慢就养成习惯了。 然后一个是宣传科普形成一个文化的氛围, 因为我们认为任何的一些法律是外面的规范, 但是老百姓真正用内化的案例还要他知道为什么, 我为什么这样做。 另外卫生的习惯和行为的问题还要从小抓起, 我觉得对,现在必须要马上给我们的这种的小孩, 要好好地补上这一颗, 要让输入比较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。 。